大家好,这里是极致工艺品好莱坞手工房 给大家录制的一款小猪猪的视频教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纸巾盒,很可爱的 主要是用粉色和眉红色做出来的 然后它嘴巴这个部分是吐出来的 你先把它平面做好 做好之后,然后嘴巴和耳朵这里是另外夹的 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是可以放200抽左右 它是一个13的规格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 两面都一样的,都是有一个,就叫猪嘴吧 首先我们先剪一条大概2米左右的鱼线 我这里呢,是为了教大家做产品方便一点 所以这里我用的是一个蓝色的鱼线 大家收到材料包里面呢,是用白色的 因为通常我们做串着都是用白色的鱼线去穿的 首先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先穿一颗粉色 注意一下好,第一次我们先穿一颗粉色 然后穿一颗眉红 再穿两颗粉色 这里是三颗,哦对是四颗好 大家注意一下顺取 首先一颗粉色,一颗眉红,两颗粉色 穿好之后呢,我们拿着这个珠子好,捏住它 然后把这条鱼线两头给它对齐 对齐好之后,大家注意看一下哦 现在我们珠子就在中间吧 等于我们把这条鱼线分成上下两条线 也就是我们说上面的为右线 下面是左线哦 首先我们现在拿顶上这条鱼线 也就是我们的右线来回线 回线的意思呢,就到回去最后穿的这个珠子 从这里直接穿过去 这三个珠子还在手上哦 穿过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两只手捏这个珠子不要动 这是右手哦 然后现在拿左手去拉这个线头 注意哦,是左手拉这个线头 给它拉到最底下 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圈 大家注意看一下,有一个圈圈对不对 现在呢,我们再把左线 就是底下这条鱼线哦 左线,从右线这个圈里面给它穿过去 给它拉出来哦 那是这样子的 拉出来之后呢,这里是松的 我们这样子先两条鱼线同时先拉一下 同时拉一下哦 拉完之后,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我们左手边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截头 就是类似于线头嘛 对吧,一个圈这里哦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截头 搭到这个珠子中间 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首先呢,就是截头在你的左手边对吧 那我们就左手拽紧线 拽紧它不要动哦 左手的两个手指 这里是绷直的 就是这里是拉直的 我们拽紧它 然后拿左手的两个手指去捏这个珠子 捏这个珠子呢 就是我们刚刚回线的这个珠子 捏住它不要动 然后呢,我们再拿右手去拉这个线头 把这个截头呢 拉到珠子中间 左手不动的话 你右手一点力就可以了哈 就可以把这个线头拉到珠子中间去了 拉完之后两条线同时再拉一下 这样的这一个四竹圈就特别的紧好 那等于说我们第一个四竹圈就穿好了 穿好之后呢,那我们现在继续哈 首先左线加一个珠子 注意一下,左线 因为现在我们等于说分成左右线嘛,对吧 这边是左线,加一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 如果我不爆颜色的情况下都是用粉色来做的哈 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粉色的 右线加两颗 加好之后呢 拿右线这条鱼线 右手边的去回线 回线还是一样 倒回去最后穿的这个珠子 右手捏这个珠子不要动 左手去拉这个回过来的线头 给它拉到最底下 然后我们再把左线从这个圈里面穿过来 啊,用同样的方法哈 两条线同时先拉一下 拉一下呢,这里它还是不紧的哦 那我们就左手拽紧线 左手的两个手指捏这个珠子不要动 右手去带一点力 那这样这个结头就进去了 做好之后两只手呢 就顺手就再拉一下哦 那第二个珠圈我们也穿好了 下面呢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 继续往下面穿好 首先拿我们的左线加一个珠 右线加两颗 加好之后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要这样子回线吧 去拉这个线头 我们这里不是加两颗嘛 其实我们可以把左线就拿起来 右线,这是右线哦 从左线底下直接穿过来 就从底下绕过来嘛 所以我们把左线圈进来 然后再回线 那这样看一下 是不是左线就已经在里面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左手 随便哪个手指都可以哦 勾着这个圈 右手去拉这个线头 给它拉到最底下 那这个左线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两条线同时拉一下 跟刚刚的方法一样哦 左手拽紧线 两个手指扶着珠子 右手带一点力 这样就可以 我们这样做呢 就省了一个去拉线的时间嘛 就方便一点 然后继续 左线加一颗珠 右线这里加两颗 珠子拿在手上不要动 然后右手去拿这个线头啊 左线给它拿起来 右线从底下这样子绕过来 那绕过来再回线啊 左手呢勾着这个圈 右手去拉着线头 给它拉到最底下 然后两条线同时拉一下 拉一下呢 注意看一下 左手还是一样 拽紧线 扶着珠子 右手带一点力啊 后面就是我们每次回线的方法 都一样的 然后下面我就不一个个说了 如果大家哪里不懂的话 你就到我去看一下 我教的第一个珠圈 应该会详细一点哦 然后现在继续 左线加一颗 右线加两颗 回线 注意哦 一定要把截头 拉到珠子中间去啊 因为截头露在外面不太好看 因为我们上面这里 是做顶上的部分 左线加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加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加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加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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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两颗 周线加两颗 这里呢我们要穿12颗 也就是从这个开始数 穿12颗 现在穿了10颗 那我们继续哦 左线加1颗 右线加2颗 左线加1颗 右线加2颗 这里呢我们已经穿了12颗了 大家数一下手上的哦 穿好之后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注意要加的珠子 第13个珠圈的时候 首先我们是拿右线加1颗粉色 然后加1颗眉红 再加1颗粉色 这里是加3颗 然后加不同的颜色哈 首先我们先加1颗粉色 1颗眉红 1颗粉色 这里是穿了12颗四周圈哈 这不要穿错了 然后我们直接拿右线来回线 现在左线不用加珠子哈 就是右线这里加了3颗 然后把左线给它拉过来 给线 那现在等于说我们 你看一下哦 我们截头就已经停在是上面这个珠子 因为刚刚我们都停在这里嘛哦 然后现在停在上面 等于说我们这个珠珠呢 就是第一排我们就已经穿完了 13个四周圈 大家数一下 穿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穿这一排哈 首先我们是拿 我们的右线 加1颗眉红 2颗粉色 第一次的时候是加3颗 然后1颗眉红 2颗粉色 微线 这样的一个四周圈也穿好了 我们穿第二排跟刚刚有点不一样哈 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拿左线 底下这条鱼线叫左线哈 然后过一颗珠子 就是从第二颗这个珠子中间这里穿过去 过珠子的意思呢 就是从珠子中间直接穿过去 不要加珠子哈 这要过珠子 过一颗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两条鱼线之间是不是有两颗珠子了 对吧 那我们做这一层呢 也是四周圈 那我们就是这里要加两颗珠 这里不用换颜色哈 就是粉色 然后一样的把左线拿起来 右线从底下绕过来 然后回线 现在把节奏拉进去哈 看一下第二个四周圈是不是也穿好了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做下面一整排哈 左线过一颗 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哈 过珠子的意思呢 就是不要加珠子 从珠子中间直接穿过去 然后现在我们再拿右线来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其实做这个都非常有规律啊 因为它都是四周圈 我们不管怎么穿 组成四周圈就可以了 左线过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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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所以锁好 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最后一次啊 这个珠圈的时候 我们也是左线过一颗珠 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不是拿右线来加珠 我们是拿左线 左线这里加一颗眉红 注意一下啊 左线加珠子的 左线加一颗眉红 加一颗粉色 这里加两颗 然后回线 也是形成一个圈 把左线给它拉过来 这里和大家再说一下 当你的截头呢 在右手边的时候 那我们就 左手拽底线 不对 是右手拽底线啊 右手扶着珠子 跟左手是一样的 然后左手去拉 去拉下这个线头就可以了 反方向嘛 做好之后 这里是两排 那我们再把它反过来啊 因为可能我习惯性的 从右边往左边穿 这样顺手一点 首先这里呢 我们是拿 右线加一颗眉红色 然后加两颗粉色 注意哈 现在右线加一颗眉红 两颗粉色 然后回线 那现在继续 左线呢 过一颗猪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那我们做第三个竹圈的时候 这里要注意一下哈 首先拿右线加一颗粉色 哦不对 是一颗眉红哦 然后一颗粉色 加两颗 然后左线过一颗猪 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加一颗眉红 一颗粉色 就是这样重复呢 然后做九次哈 做九个四周圈 就这样子重复的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一颗黄红 一个粉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 右线加一个眉红一个粉色 然后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粉色 左线过一颗 这里做到最后 然后左线过一颗猪 现在注意一下 拿左线加一个眉红 加一个粉色 两颗 左线加一颗 左线加一个眉红 一个粉色 大家这里稍等一下 我接一下鱼线哦 顺便教一下大家怎么接线 就是在这个截头呢 还没有拉进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不是要加的鱼线吗 就从这个 我们回线的这个珠子这里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然后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截头拉进去哦 那这样就可以了 就接好了 特别简单 然后这个之前短的鱼线呢 我们给它过一下珠子 我们到等下来剪了它哦 这边也是 左右线各过一个珠子哈 过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因为这个方块珠呢 恐小一点 一般你这样穿一下 它都是挺紧的 这个新加的鱼线不是在里面吗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两头给它对齐 给拉到中间哦 两头堆起 然后我们再把它反过来 我们继续穿 首先还是拿我们的右线来加 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注意哦 右线加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加好之后 现在拿左线 左线这里过一颗珠 过一颗 然后右线呢 哦不对 现在注意哦 这里左线过一颗呢 这里有区别的哦 然后拿左线加一颗梅红 一颗粉色 注意一下 这里是左线加珠子的 做第二个珠线这里就变了哈 左线加一颗梅红 一颗粉色 然后回线 这里加好之后 注意一下 现在还是拿左线 左线加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加三颗 注意一下 左线加的 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然后回线 这里穿过之后呢 现在有区别了哦 我们拿右线 右手边的鱼线去过珠子 右线过这一颗 过这颗粉色 把线都拉过来 过完之后呢 那我们拿右线来夹珠子 右线加一颗梅红 一颗粉色 加两颗 注意一下 右线加一颗梅红 一颗粉色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特别注意一下哦 要不如果你做错的话 你没办法往下面做的 然后就回线 那这里就穿好了 穿好之后 那现在我们拿 右线加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加三颗 右线加到 右手边的鱼线 然后回线 左线过一颗猪 右线加两颗粉色 现在这里有区别了哈 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拿 左线加一颗梅红色 左线加一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我这样给大家看哦 这里注意一下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然后回线 这里就跟我们穿第一排一样的 就是两边同时夹珠子的哈 这样放 那这个猪线也穿好了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继续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然后回线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右线两颗粉色 同样这样的方法 然后等于说就穿着梅红色这里 我们要穿九颗四周圈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一颗梅红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左线一颗梅红 右线两颗粉色 我们现在数一下 这里有九颗了 做到这里呢 我们现在也要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要是拿 我们要拿我们的右线来加 三颗粉色 这里注意哦 穿完九颗霉红的时候 我们拿右线加 三颗粉色 然后回线 左线不用加主子了 这里加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拿左线 加一颗霉红 注意 左线加一颗霉红 右线呢 加两颗粉红 这样给大家看哦 左线这里加一颗 右线这里加两颗 我们要跟它这个连起来 所以我们才这样加的 那这里就穿好了 穿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还要拿左线来加柱子 左线加一颗霉红 那现在要注意了哦 左线我们这里不是加了一颗柱子吗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左线 从这个粉色这里穿过去 第二颗粉色这里哦 然后从左边往右边穿 前提是你先 左线加一颗霉红色线 然后再这样给它连起来 大家应该看懂了哦 这里加一颗猪 加好之后 从这个第二颗粉色这里穿过来 穿完之后 现在我们拿右线 加一颗粉色 右线哦 加一颗粉色 然后回线 大家对一下 你现在穿的是不是就这样子的 穿好之后 现在我们注意哦 左线呢 过一颗猪 左线过一颗猪 那 不然就把它反过来 然后先拿左线加猪 左线先加一颗霉红 再加一颗粉色 这里加两颗 然后回线 加好之后 现在左线过一颗 哦是右线哦 注意一下 右线过一个猪 然后 然后左线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加一颗霉红 加一个粉色 是左线加的哦 好 回线 现在拿右线再过一个猪 过好之后 然后拿左线 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这里加两颗 然后回线 大家对一下哦 这一排我们不是也穿好了吗 一定要对一下颜色 这两边是霉红色的 中间这个就是抽纸巾的部分哦 我们这里做的也是霉红 是彩色的哦 做好之后呢 那我们把它反过来 首先 拿我们的右线加 一个霉红色 两颗粉色 然后回线 左线过一个珠 右线加两颗粉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要这样一排一排做嘛 那我们要过珠子 就是每一个都要过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 比如我在过珠子的时候 一次性过好几颗 随便你过几颗都可以哈 就先给它穿过来 然后现在拿右线 加两颗珠 加两颗 然后呢 就拿这个右线 我们刚穿过的时候 这里不是有一个 鱼线挡在上面的吗 就是横过来的 鱼线的下面 跟这个珠子中间 有一个像一个三角一样 那我们就把右线 从这个缝里面穿过去 注意哈 从这个三角缝里面穿过去 穿过之后呢 然后再给它 回到这个珠子里面 就是最后穿这个珠子 一样的回线哈 这样回过去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拉一下嘛 现在这个就是 我们的左线啊 是不是已经在 这个圈里面了 对吧 那我们把这节头 拉进去就可以 首先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前提也是要 把左线给固定住啊 左线固定住不要动 然后拿左手 扶着这个珠子 右手去带一点力 那这样就可以 是不是节头也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就省去了一个过线的时间啊 不用每一次都过 省一点时间 右线加两颗 从这个缝里面穿过去 然后回线 注意哦 到尾去最后穿那个珠子 左手呢 勾着这个圈 右手去拉这个线头 拉到最底下 那现在把节头拉进去啊 左线固定住 不是这个珠子 不是左 就是我们回线的这个珠子哈 然后再把节头拉进去 其实牛正的方法 如果你习惯就用 如果不习惯的话 还是一个个穿 那我们穿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跑给穿好一点 也不是减快了 你要穿好就行了 现在右线加两颗 那这里我就用这样的方法了 大家可以慢慢习惯一下 然后也可以按一个个去穿 就是后面我都是这样 一过好几颗的哈 不是说我没过珠子 你要注意一下 我是一过好几颗的 所以我就不是说 每一次都是过一颗的样子 但是你穿的时候 肯定是要过线的哈 现在我就是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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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颗霉红 加一颗粉色 加两颗 这烧好之后 那大家再对一下 那我们就把它转过来 首先右线加一颗霉红 两颗粉色 加三颗 然后左线过珠子 注意哦 这里你可以一次一次过 也可以一次过好几颗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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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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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哦 在结构没拉进去的时候 清颗的雨线就从这里穿过去 然后再把结构拉进去 再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我接雨线的地方呢 不是代表你接雨线哦 你如果雨线够的情况就不用结 那如果你不过了穿不下去了 你肯定也要接雨线嘛 不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接的 过不了就不过了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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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做好之后 最后一个珠圈这里哦 我们还是一样 要拿左线加珠子 左线加一颗眉红 一颗粉色 这里加两颗 然后再回线 那等于说现在我们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盖子就已经穿好了哦 就上面那个抽纸巾的部分 大家对一下 穿好之后呢 那我们再把它给转过来 放过来继续哦 那我们在做下一层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一下 那我们这一整圈 这里是彩色的嘛哦 这里没换颜色 都是彩色的 也就是都是粉红色 就是在这个边边这里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样顺着下来的 是换颜色 别的地方都不换的哈 首先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拿右线来加一颗眉红 两颗粉色 加三颗 然后回线 那这样看一下 炒好之后 我们左线过珠子哦 转过来 又先加两颗 其实我不爆颜色 都是加粉色的 爆了颜色 就是要换颜色哦 又先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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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继续 后先加两颗 然后先加两颗 用签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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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这一排的时候注意一下哦 我们就不是左线加珠子了 一直都是右线 首先右线加一颗粉色 加一颗眉红 加两颗珠子 注意哦 最后一个珠圈这里是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 加两颗 加好之后呢 那我们要把这一排给它这样折过来 大家用手这样摁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排就给它折过来了 现在我们做它这一个正面的部分嘛 那现在我们做侧面 就是围绕着这样子一圈一圈转的 现在我们在做第一层 首先这里我们拿左线 也是一样过珠子哦 过珠子 放好之后呢 右线加两颗 跟刚才是一样的 粉色 然后回线 右线加两颗 又先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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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下面我们注意一下哦 就是先拿右线加一颗粉色 加一颗眉红 最后一个珠圈这里哦 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 注意一下 一定要换一个颜色 那这里也做好了 那我们把它这样放过来 现在左线过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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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切除下 这个线过珠子 再拿出来 用一下加两颗 用先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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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先加一颗粉色 一颗霉红 搅好之后 拿这一排做完了 给它再转过来 记得这里要加霉红色的 左线过柱子 用先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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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再过一个这个珠子 左线从这里再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呢 这两条鱼线之间就有三颗 那我们做成四处圈 加一颗就可以了 右线加一颗粉色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第一圈我们就穿完了 那我们做这个呢 总共要做 这里是做五圈 我们侧面是呢 是没有换颜色 就是做一个颜色 做粉色的 但是我们这个上面 就是平面这里的正面嘛 我们就要换 比如说穿这里的黑色呀 下面的黄红色 我们就要换颜色 就不能做一个色 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做第二排 这里稍等一下接下鱼线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做第二排第一个中旋的时候 我们是拿右线来加 两颗粉色 注意哈 两颗粉色 一颗眉红 第二排第一个中圈 两颗粉色 一颗眉红 然后回线 排鱼红 这里稍等一下 我还接鱼红 谢谢大家 然后现在继续拿左肩锅柱子 现在我们做第二个猪圈 不对是第一个猪圈 正面的第一个猪圈 首先拿右线加两颗粉色 这里是第一个猪圈 当我们盖上第二个的时候 是拿右线加两颗黑色 我们里面配了两种猪圈 这个叫方块猪的黑色 这个圆的就是黑光猪 大家做的时候 是拿这个方的猪圈去做的 不是圆的 注意是方的 然后右线加两颗黑色 做好了 那现在我们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注意哈 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这里我们换颜色了 但颜色一定不要穿错了 现在我们是穿那个猪猪的眉毛的部分 穿好之后 现在再拿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注意一下 加的颜色的顺序 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然后现在是右线加 注意哈 一颗黑色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做好之后 先拿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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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穿了三颗粉色的四处圈 那我们穿下一个的时候 是拿右线加两颗黑色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右线加一颗黑色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 哦不对哦 这里是右线加 最后一个珠圈 加一颗粉色 然后加一个眉红 加两颗 这一排我们 这属于第二排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黑色的部分 加对的哦 两面是对称的 做好之后 我们把它转过来 要做侧面这里 这一面呢 这一面都是粉色的 就是不用换颜色的 用先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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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呢 最后一个珠圈 是用先加一颗粉色 用先加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 加两颗 这是第二排的侧面 做好之后 我们把它转过来 左肩过珠子 第一颗粉色 第一次的时候 用先加两颗粉色 用先加两颗粉色 然后用先加两颗黑色 用先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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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黑色 用先加一颗粉色 一颗黑色 用先加一颗粉色 一個黑色 一個粉色 又先加兩個粉色 左線鍋柱子 右線加兩顆粉色 右線加兩顆粉色 右線 這裡要注意一下 在做三個粉色的時候 下一個主線就是 右線加兩顆黑色 右線加一個黑色 一個粉色 右線加一個粉色 一個黑色 右線加一個黑色 一顆粉色 最後一個主線這裡是 右線加一個粉色 一個眉紅 中 這一排也做好了 那我們再做這一個側面 這裡也都是粉色的 首先左線鍋柱子 右線 右線加兩顆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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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線加兩顆粉色 右線加兩顆粉色 右線加兩顆粉色 又先加两颗粉色 又先加两颗粉色 左线这里最后一个竹圈这里哦 左线再过一个柱子 过这一颗 又先加一颗 大家再等我一下接一下鱼线 切到我们最后一个 第三排好 第三排的第一个竹圈 我们是右线加三颗粉色 注意一下 右线加三颗粉色 然后左线过一颗竹 这里首先过一颗竹之后呢 我们右线是加一颗粉色 然后这样看 好看一点哦 加一颗粉色一颗霉红 这里加好之后 我们把它转过来 穿这一面哦 首先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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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穿了一二三四 四个竹圈哦 开穿第五个竹圈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假装换颜色 第五个竹圈 我们要穿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第五个竹圈哦 穿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然后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这样重复呢 穿五次哦 就是重复的 重复性的穿五次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然后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一个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加 一颗霉红 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这里穿五个之后呢 那我们都穿白 哦对 都穿粉色哦 下面是粉色的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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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最后一个竹圈 注意一下哦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霉红 加两颗 然后给它这样 转过来 穿侧面 这一面呢 也都是一个颜色 哎呦 都是粉色的哦 然后左线先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这里都不用换颜色的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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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最后一个竹圈 这里的时候 我们只穿一颗粉色 一颗霉红 穿两颗 就是我们这个指定和四个角 这样算是四个角嘛 然后都是穿梅红色的 别的地方就是 看一眼没有换颜色哦 做好的时候把它转过来 穿这一面 首先左线过珠子 然后再加一颗粉色 然后再加两颗粉色 然后再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这里穿四颗 穿到四颗第五颗的时候换颜色 右线加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右线加 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这里是五颗 穿好之后我们都穿粉色的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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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珠圈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一颗粉色 然后左线过珠子 穿这一面也都是粉色的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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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来 左线过一颗珠 注意哦 这里左线再过一颗珠 然后右线加一颗粉色 这穿了第三排 那我们先穿第四排 首先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还是右线加三颗珠子 加三颗粉色的 然后再稍等一下 我接一下预线 稍等一下 好 词 一颗粉色 明亮 开 开 蜊子 现在别继续了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个眉红 做好之后转过来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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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眉红 然后右线加 注意好两颗眉红 右线加两颗眉红 一定要注意好 这个颜色不要穿错了 右线加两颗眉红 穿好之后再拿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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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这里穿五个眉红 这里穿五个唇色的眉红 四处圈 它穿好一定要对一下 别穿错了 然后下面就穿粉色的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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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个粉色 一个眉红 加一个眉红 敏二三四五 anchor兩颗粉色 左线过柱子 Armor 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键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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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粉色 一颗粉色 右键加两颗粉色 左键过柱子 用先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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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先加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 用先加2颗粉色 用先加两颗粉色 用先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眉红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眉红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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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颗粉色 一颗眉红 穿过来 然后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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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一颗粥 右线加一颗粉色 然后继续 现在穿第五排 这里不是穿了四排吗 那我们先穿第五排 右线加三颗粉色 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这里的话 右线是加一颗粉色 加一个眉红 然后转过来 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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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一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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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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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加一颗粉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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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先加2颗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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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先加2颗粉色 又先加2颗粉色 又先加1颗粉色 又先加1颗粉色 1颗眉红 又先加1颗粉色 又先加1颗粉色 又先加2颗粉色 又先加2颗粉色 最后一个柱圈 我们拿左线再过一个柱子 然后这里加1颗粉色 加1颗粉色 那就拉2颗粉色 加三颗粉色 然后现在拿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现在我们注意一下 第五排呢 就是最后在拐角的这个地方 四个角都是一样 这里都是加两颗粉色的 现在拿右线加两颗粉色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加两颗粉色 哦 这里不对哦 是加错了 这里是加 还是加一颗粉色 一颗霉红 这里和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地方加错了 加一颗粉色 一颗霉红 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这样就加好了 我们先把它装过来 左线过珠子 这里要注意的呢就是 这里就是右线先加一颗霉红 再加一颗粉色 第一个主圈颗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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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 再加一颗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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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两颗眉红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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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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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最后一个珠圈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拿右线来加两颗眉红色 最后一次右线加两颗眉红 穿好之后我们注意看一下 这两个地方都是没红色的 然后把它转过来 拿左线过珠子好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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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加两颗粉红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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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颗粉红 一颗美红 做好之后 这里五排也做好了 这里都是纯色的 咱们再把它转过来 左线过珠子 右线第一个珠圈 加一颗美红色 加一颗粉红 这里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粉红 右线加两颗粉红 右线加一颗粉红 一颗粉红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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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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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 哦 这里哦 最后一个珠玄 右线是加两颗美红色的 上过来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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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一颗珠 右线这里加一颗 这一排也做好了 那我们做下一排 首先拿我们的右线来加三颗粉红 左线过珠子 右线加两颗粉红 右线加两颗粉红 最后颜色的都是粉红 右线加两颗粉红 做到这里呢注意一下 我们要把这里给它这样子折过来折平 然后现在拿左线再过一颗珠 过这个珠子过一颗粉红 加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拿左线加两颗霉红色 一颗粉色 加三颗 注意哈 注意哈 这里要弯过来的哈 做好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这样的弯过来之后 这里就是好像立起来一排一样 先是右线过一颗珠子 左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加两颗 左线加的哈 左线过一颗珠子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左线过一个珠 哦不对是右线哦 然后右线 现在是左线加 一个梅红色 一个粉色 然后拿右线再过一颗 现在拿左线加 一个梅红 一个粉色 加两颗 加好之后 现在拿左线加 一颗梅红色 然后两颗粉色 加三颗 一颗梅红 两颗粉色 这样子的好 然后现在拿右线呢 过两颗珠 然后底下这两颗粉色的 过好之后 我先拿右线来加一颗粉色 这个拿右线过一颗 右线这里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 右线这里加一颗粉色 哦不得是先加一颗梅红 再加一颗粉色 加两颗 做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拿 这个是左线哦 加两颗梅红色 然后加一颗粉色 这里加三颗 然后再回线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一排是平的吗 这里再立起来一排 然后我们把这个鱼线呢 给它回一下珠子 就这样子围绕着这四周圈回一圈 回到这里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线 倒磨到这个珠子 我这个线有点短 大家稍等一下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把这个捷头拉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多的鱼线呢 过一下珠子 就可以剪掉了 现在呢 我们另外再拿一条鱼线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遍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比较麻烦的话 你可以另外起一条鱼线 这样穿一排 再这样穿一排就方便一点 因为我是拿刚刚的鱼线 它直接穿的 那我们就从这一面开始做吧 首先拿这个新剪的鱼线呢 先过两颗珠子 过这两颗 过一个眉红 一颗粉色 然后两条鱼线对齐 这里呢 我们要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也就是我们上面这一层 都是穿霉红色的 再加两颗 做好之后 那我们拿左线锅珠子 右线加一个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加一个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左肩锅珠子 右肩夹一颗霉红一颗粉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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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对 在这个地方哦 这里最后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的雨线不用过到最后的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在这个粉色的位置 现在我们拿右肩来加两颗霉红色 加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继续拿这个右线 这个雨线哦 来加…… 一颗……我看它它加什么颜色 我先拿水分一下 加一颗霉红色 然后加两颗粉色 加三颗 这样折过来的好了 现在再拿左线过两颗霉红 锅这两颗 锅完之后拿右线加一颗粉色 然后我现在拿左线哦 左线锅柱子 也可以这样一排给它穿过去 然后右线加两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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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加好之后 现在拿左线哦 再锅一个柱子 锅这个霉红色 锅好之后呢 拿右线加一颗粉色 然后这里是右线加 一颗霉红 哦是加两颗霉红 再加一个粉色 左线哦 做好之后 现在拿 现在它等于变成了左线 因为我把它这样转过来了嘛 这样顺手一点 把过这里的余线哦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右线加霉红 粉色 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右线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右线加一颗霉红 做好之后 我们先来左线 再过一个柱子 右线这里加一颗霉红 但是注意一下哦 这个加了霉红呢 我们不要把线都填在这里 我们把它给这样子 倒回去 这个粉色中这里 那我们把这个右线呢 从这里穿过来 现在把截头拉进去就可以哦 要拉到这个柱子中间去 这个粉色柱子 要从里面拉哦 因为我们的线都在里面 拉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回一下 余线就可以剪掉了 那我们现在穿了油三面 一二三 还差这一面没有穿好 那我们另外拿一条云线来穿 也是从这两个柱子穿过来哦 先穿这个霉红色 然后再穿这个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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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这里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加两颗 左线过柱子 右线更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右线更加一颗霉红 一颗粉色 右线更加一颗霉红 一个粉色 再穿这个粉色 比方 G 又先加1个眉红1个粉色 又先加1个眉红1个粉色 然后左肩过筑子 又先加1个眉红1个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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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之后 先拿左肩再过一颗珠子 过这一颗 然后右肩这里加1颗眉红 注意一下哦 我们加一个眉红之后呢 我们回线回来这个桌子上面 回在这上面哦 那左肩倒回去形了一个圈 那我们再把这个右线的这穿过来 接着拉到这个珠子中边去 那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多的鱼线呢 过一下珠子就可以剪掉了 首先我们先加这个地方哦 加那个底的部分 这边空一个格 空一个格 两边都空一个哦 然后我们先拿右线来加3个粉色 我们在加底的部分的时候 都是加一个颜色的 全部是加粉色的 加两颗粉色 加两颗粉色 又先加两颗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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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先加两颗粉色 这里又先加两颗粉色 加好之后就把那多的鱼线 四个过一下珠子就给它剪了哦 我们另外再拿一个鱼线开始 这边可以把我夹起来 而且就不开 再加一颗粉色 先加那颗粉色 再加一颗粉色 我们加它这个横过来的部分 两边也是各控一个 那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拿我们的右线 加三颗粉色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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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等一下 在我们做这里的时候 这里不要过到底 就是控两颗珠子 你看一下 这边控两颗 现在我们做这个倒数第三个珠圈的时候 我们拿左线来加珠子 左线这里加三颗粉色 注意哦 左线加三颗粉色 加三颗 加好之后 我们用这个左线 从第二颗珠子这里 从左边往右边穿过来 从左边往右边穿过来 那 左线加三颗 加完周张倒过来 从第二颗珠子穿过来 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四周圈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拿左线 从家的第一颗珠子这里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现在拿右线来加一颗珠 那这一排我们就穿好了 这是第一排 穿好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哦 看第二排 首先还是拿右线 加三颗珠 左线 左线过珠子 左线也是一样哦 控 控两颗不要过 这里控两颗哦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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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这里呢 我们拿左线加三颗珠子 注意哦 左线加三颗珠子 然后从倒数第二个珠子这里 从左边往右边穿过来 然后再给它穿 穿上来这个珠子 然后这样就可以哦 现在我们再拿右线 来加一颗珠 这里加好之后 那我们现在把它转过来哦 这边又变成了右线 用它来加三颗粉色 左线过珠子 现在这里就控一个哦 这边挤上来 再加凸 右线加两颗 左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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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这里呢 我们就把多的鱼线给它过一下珠子 然后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里等于说做了三排 有点就是类似于梯形上去的 然后这样给它弯过来 这样子 穿好之后我们再拿 就刚刚你之前剪的那些短的鱼线都可以用的 我们把这里再给它接上 也是两边各扣一个 首先右线加三颗 右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最后一个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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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下珠子 就可以剪掉了 因为刚刚余线太短了 本来这里可以连起来做的 现在又要分开了 然后这里还是各扣一个 这里开始 右线加三颗 等一下那边的话我就教大家怎么用一条线去夹 这样子太麻烦了 右线加三颗猪 右线加两颗 我们这个纸巾盒的底是做满的 做全底的 好 这两边做完了 好 我们做另外两面 先促穿这里 首先从这边控一个开始穿 然后这边呢就空两个 左手边这里空两个 这里大家先检查一点 大概在一米左右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 就全部穿完了 就不用分开一段一段的 首先右线加三颗猪 右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这里呢到这个猪圈的时候 我们拿左线加三个猪子 注意哦 左线加三个猪子 加好之后 从第二颗这个猪子穿过来 然后再回线 右线加一颗 做好这里之后 把它转过来 现在我们是右线加三颗猪 然后左线过猪子 这边 这边同样空两个 哦 右线加两颗 右线 右线加两颗 哦 不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拿右线 这边 这边的右线哈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手的位置 这条鱼线 加三颗猪子 然后从第二颗这个猪子 这里穿过来 拉一下 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四周圈 然后再从这个猪子里面穿过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拿 就拿右线来加一个猪 加一颗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穿完之后 现在我们就拿右线来加三颗 左线过一个猪 右线加两颗 现在把多的鱼线过下 柱子就给剪了 那我们穿了三面了 还差一面 这个稍微剪长一点吧 大概剪在两米左右吧 鱼线我们里面配的都有多的 就不用担心说不够 首先这边也是空一个 然后鱼线从这穿过去 这边空两颗 右线加三颗 右线加三颗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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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三颗 右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做好之后 在穿第三个四竹圈的时候 那我们先拿右线来加三个竹子 哦不对是拿左线哦 左线这里加三颗柱子 然后从第二颗柱子这里 从左边往右边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然后再从这个柱子这里 再穿上去哦 用线加一颗 穿完呢 把它转过来继续 又先加三颗 首先过竹子 过竹子的时候 然后也是空两颗不要过哦 注意空两颗不要过 又先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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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猪圈的时候 我们拿左线加三颗猪 注意哦 左线加三颗猪 然后从倒数第二颗这个柱子这里 从左边往右边穿过来 然后再从这个柱子穿上来 先拿右线加一颗 第二颗也穿好了 我们把它放过来哦 右线加三颗 左线加三颗 左线过竹子 也是留一颗就可以哦 这做到最后了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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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柱圈 右线加两颗 做好之后 把多的鱼线过一下柱子 就可以剪掉了 我们下来的几颗 好多的鱼线 在这个柱子里面有一个小颗 我们下来的柱子 好多的鱼线 再加一颗 就是要把它剥复到 如果我们下来的柱子 就是要切成了 那么多的鱼线 然后再加一颗 在柱子里面上去 在柱子里面上去 好多的鱼线 然后再加一颗 再加一颗 好多的鱼线加两颗 底部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放纸巾 我们是可以把这样给它掰开 这个没关系的 都是四周圈 等一下你再给它这样扣下来就可以了 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把这里做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夹了那个猪嘴巴的部分 在这个位置 这样夹 我们现在剪鱼线 剪 大概 60公分左右吧 我们需要剪多少条看一下 需要剪六条 就是长一点短一点都没关系好 大家控制一下就好 那我们就从这里 不是有梅红色的猪子吧 这里比较好 我们就扔一颗从这里穿过去就好 这里呢我们猜到包里面 如果是你买两件以上的话 我们都会送一个勾针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就方便一点 首先穿过去呢 我们也可以两条羽线一样对齐都可以 这里呢现在只穿梅红色了 不穿别的颜色了 首先拿右线来加三颗 眉红 这里我就不讲颜色了 下面我们加嘴巴加耳朵 全部用的都是眉红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就是这里呢过周的可能不太好过 你要用手在底下顶一下 然后就 那个孔就好过一点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然后这里也是左线过一个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拉了截头 在这个珠子中间嘛就过不了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哦 这两颗珠子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缝旗 这两颗 就从这里 这个缝旗再直接穿下去 然后呢再从这个缝 这两颗珠子第二颗和第三颗中间 不是有一个孔吗 然后从这里用勾针把它再勾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是绕过这个珠子 没有过这个珠子中间 但是我们是从珠子底下过来的 就是你过不了的情况下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它是看不到的 又先加两颗 那这里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 还是从刚刚那的孔里面 就是两个珠子中间的孔里面穿过去 然后从下一个孔里面穿出来 又先加两颗 左先过珠子 又先加两颗 左先过珠子 左先过珠子 右先过珠子 又先加两颗 左先过珠子 左先过珠子 味道 右先过珠子 从前过柱子 用前加两颗 这里这个柱子也是一样过不了 然后这两颗柱子中间穿过去 然后从这个孔里面给它勾出来 又先加两颗 左线过柱子 就是在侧面这里的时候都是过不了的 你都有一样的方法 就是从桌子下面直接勾过去 然后穿过之后 再从这个柱子这里穿上来 又先加一颗 插过之后 现在我们拿左线过一个柱子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右线这里是要注意的哦 再加了猪鼻子这里 是黑光猪 是圆的那颗黑色柱子哦 加一个黑色 加一颗 美红色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这里还是一样哦 然后加一颗 加一颗黑色 加一颗美红色 加好之后 拿左线过柱子 左线过两颗 右线加一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这里过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过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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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线加一颗 右线过一颗 大家这稍等一下我好 余线差一点点 再切一下 一个正式的 茸 如果它加简险 左线 到质 切成 出名 我这是在接线哦 你不用管我的杠格 现在是左线过一颗猪 右线过一颗猪 先拿右线来加一颗梅红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过一颗 右线加一颗眉红 加好之后 把这个四处圈呢 给它过一圈鱼线 然后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再从这里 现在我们拿右线呢 再倒回去 然后把这个左线给它拉到这个猪孔中间去 那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多的鱼线呢 过一下猪子就可以给它剪了 这个猪鼻子 就是等于也是猪嘴巴 这里就穿完了 这是一面 另外一面呢 它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视频里面就讲一面就好了 大家等一下用同样的方法穿这一面就可以 因为它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架那个耳朵 首先在这个四个角的部分 随便取一颗 第一颗猪子 从这里 从最边边的这个梅红色开始 首先加三颗梅红 首先右线加三颗梅红色 然后这里加好了 加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还是拿这个右线来加三颗梅红 就是每一个都是在四个角 就是这四个一二三四 四个角的位置开始 先穿这三颗柱子 穿好之后 然后现在拿左线过柱子 过这一颗 就是过这颗粉色 这里呢 现在肯定是过不了的了 因为刚刚有拉结构在里面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鱼线呢 从这个柱子孔中间穿过去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哈 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缝隙 就从这个柱子缝里面穿过去 穿过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用勾针 从这两个孔 这两个柱子中间给它勾出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哈 然后我们拿右线来加两颗猪 现在拿左线再过一个猪 就是你过不了的情况下 就像刚刚一样啊 就从柱子缝里面穿过去 然后又先加两颗 现在这个柱子也过不了了 那我们就从这个两颗柱子中间 这个孔里面给它穿下去 然后呢 在这两个柱子 从这儿给它勾出来 因为肯定要手掰一下哦 要不它那个 这里挨得一起不好弄 又先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猪 等于说我们围绕着一二这两个四处圈做得好 然后再加两颗猪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做好之后转过来 左线这里过两颗猪 右线加一颗 右线加三颗 转过来 左线过柱子 右线加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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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一颗猪 左线过一颗猪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加两颗 左线过一颗 然后这里再过一个柱子 再给它过上来 右线加一颗 过好之后 再给它过一颗猪 那现在我们把它这样立起来 那我们就把上面收口就可以了 好 首先首先拿右线来过两颗柱子 过两颗 然后右线加一颗 左线过一颗 左线过一颗 右线过一颗 右线加一颗 然后我们再把上面这一个四柱圈 给它收一下口 还是一样拿左右线给同时过柱子好 右线过完之后再过一颗 然后回线 把结构拉进去好 这个多的鱼线呢 再分别各过一下柱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剪掉了 这是我们做四个耳朵 方法都一样的 然后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交一个 交一个做法 然后大家用哪样的方法 去把另外三个给做了就可以 还有一个猪 猪嘴巴这里 因为这里我也是只做了一面 大家用哪样的方法做这一面 然后耳朵呢 也都是一样 跟四个都是一样的 首先你在做的时候 比如在这个位置 你先穿一个虾三柱嘛 变成一个四柱圈 然后就围绕着这两颗 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其实比较有规律一点哦 哦对了上面还有一点 差点给忘记了上面还有一点点 再稍等一下 我说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它是在这个四柱圈 就中间这个四柱圈这里 还要再做一个四柱圈 首先从这里穿过去哦 刚刚鱼线其实不剪都可以的 就可以直接做上来了 等一下你做的时候可以不用剪哦 然后再把上面这一个四柱圈给做了 那这里穿加三颗 左先过一颗 围绕着中间的四柱圈穿的哦 又先加两颗 左先过一颗 我这里就过不了了 那我就从柱子底下绕过去 绕的时候一定要拉一下哦 就可以把那个线头拉到那个 两个柱子卡在那里 又先加两颗 大家注意哦 等下你在做的时候 线头可以不用剪 直接把中间这里给做了哦 因为刚刚我给忘记了 左先这里过一颗 然后再过上来哦 过上来这颗柱子 又先加一颗 好 然后上面这里回一圈鱼线 切头再拉进去 再刻锅一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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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这个颗头就穿完了 这样子是真的穿完了哈 然后大家最 如果做这款产品哪里还有不明白的话 就跟我们客户联系一下 然后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做出来那个柱 它两边 鼻子都是一样的哈 然后四个耳朵 四个耳朵这里呢 都是先 给它伸出来三个柱子 然后再这样子做两层上面再做一个 四个耳朵都是一样的 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另外三个哈 这一款呢我们网站上都有材料薄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